大家好 哈囉宋敏漢設計師 嗨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你搬辦公室了是不是 是 這裡剛剛看外面的感覺 好像一個家 不像辦公室 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當時我們就是想要創造一個 像家人一樣的感覺的空間 让我们洽谈跟员工修期 还有我们设计师发想图面 跟客户讨论图面 建材的展示都是在这个空间 都在这个区块 所以是聚会中午吃饭也在这边 我们吃饭都在这里吃 所以感觉很像家的氛围 不过我知道说 其实因为在商办大楼里面 你要呈现这样的一个氛围 基本上是没办法什么木工 什么车窗板材都进来 是 所以当时在做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们想要达到一些效果 然后又要顺应这个大楼里面 施工的困难度 所以我们就用了很多办法 后来我们就采用这种 系统家具的建材 所以我现在放眼望去 所有看到都是系统家具的板材 变化这么多 对 所以它有很多变化 但是它可以施工很快速 系统家具部分大概五天就做完了 五天 对 如果你用传统木工 应做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多月 才会做得好 对 所以这样算还蛮方便的 其实我觉得很棒 因为很多人说对系统 它可以做什么变化 很难用想象的 是 所以那我想你就带我仔细 参观你新的办公室 顺便让我们开开眼界 如果系统板材 可以用什么样的组装变化 可以让我家里有不一样的氛围 OK 宋志医师 其实刚才我经过你这个办公室外面的时候 我被那个橱窗吸引 我觉得它好温暖喔 是是是 像我这个柜子啊 当初做了用意 因为我们这边是我们自己设计师在那边聚会的地方 对 但它这个橱窗必须要有一个间隔 那如果说我单纯的做一个雪冠的造型的话 我觉得会太单调 那我就做这个用这个系统家具来做这个展示柜 OK好 所以呢这个橱窗已经先吸引我的阴幕光 当然因为你是用一个比较家的概念来设计你的这个公司跟办公室 所以进来还是有一个小玄关区喔 对对对对 像我这个玄关其实 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玄关它用的颜色 其实它大概就是灰蓝色 因为我说这边是其实我们设计师要在这边发现啊 所以这灰蓝色的颜色我认为是可以能够激发我们想象力的一个颜色啦 但是因为在玄关这个地方用这个颜色怕会太暗 所以我就用这个系统柜喔 你看它这个表面的材质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是用钢琴烤漆去做 所以在你这个空间当中我觉得系统柜跟板材是主角 可是我已经看到蛮多种不同的变化性了 可以有木纹 还可以有钢琴烤漆 OK 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巧思 我要告诉观众朋友 就是这个 感觉它是装置艺术对不对 是 但聊聊你这样子做一定有你的目的 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衣服拿下来 真的可以拿吗 对对对 OK 你可以发现它里面其实这面墙它有一些开关啊 有些不可被移动的东西 所以 所以我就做了这一个造型 然后比如说我们冬天的时候把衣服挂在这 可以顺便可以遮丑 就不同于以往说我们墙壁如果说 比如说有电箱啊 我们就挂一幅画这样 那用这种方式的话可能会更活一点 那开完了玄关既然是家的概念 我们就往里面瞧瞧了 好 好 其实我们这边的设计概念是用比较暖色系的方式去设计 因为我们这边比如说客户要在这边跟我们洽谈涂面啊 然后员工会在这边一起大家吃饭聚餐或我们在这边讨论涂面 所以我们这边这一整个区块其实也是一个餐厅的感觉 然后所以我们想要营造一些比较温暖一点的气氛出来 这是原木的吗 对 好 可是我想问我身后这片墙面应该就是今天空间的主角 是系统做的了 是 没错 怎么可以这么搭 就像我刚才讲我想要营造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气氛 所以我采用石木的桌跟椅 然后你看这个我们这一面墙 其实这也是用系统柜下去做的 但是我们终于给它做一个小小的变化 它看起来像这一面墙是有壁炉的一个感觉 所以那个加上灯光的衬托 所以整个温暖的感觉就会跑出来 所以它这感觉是系统然后做现代感的壁炉 对 没错 可是竟然没有缝没有接缝 对 所以这系统家具现在有点什么都可以办得到 什么都办得到 对 没错 OK 接着呢 一般以前真的啦 还没有在幸福空间这个节目 就是跟大家介绍之前 我们都认为系统柜 它的格子就是制式化的 然后中间分左边跟右边 然后横杠格子的使用方式 可是现在看到这边 它用的方法变化性好多喔 对 因为一般系统家具给人家的印象 可能会觉得比较制式 就像我听你刚才讲的 会比较制式 会觉得线条是比较简单一点 那像我们这边的柜子 我们就会运用比较有一些巧思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是直立的板子 像这种吗 对 它看起来 所以你问我说它是什么柜子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多功能的柜子 比如说像我们把中间的橙板 把它拿掉之后 我们把它放一些酒杯 上面所有的酒杯架 它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酒柜的感觉 对 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觉得说 这一个地方想要变成一个阅读区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拆掉 然后再放上橙板 摆上书 其实它又变成一个书柜 所以它可以很多面向的 所以这一区我们是恰坦区 对 我可以绕到隔天墙系统的另外一区去看看吗 OK 好 这一区是什么区呢 我们这一区像是营造一个像客厅一样的感觉 甚至是书房的感受 对 其实这是一个复合式的空间 那你把它想象成说这是一个沙发的背墙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整排的书柜 那我们这边摆上两个单椅 或是一组比较舒服的沙发 感觉上这也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阅读空间 所以现在这样子是阅读区嘛 是 但刚刚你有说它是一个多功能 复合式的空间 对 我想转到这一面 这应该就是电视主墙面的概念 对 没有错 这个就是一个客厅的电视主墙面 刚才我们提到说这是一个复合式的空间 所以我用电视的这个机能柜 跟它的工作台也就是书桌 做一个结合 那这样有一个好处 因为两个高度有落差 那我们再用不同的材质上去做的话 但都是系统的板材 只有一个看起来是实木色的 一个看起来是纯色系的东西 这样两个刚好接起来 这个空间感觉上就更有层次上的变化 那我更喜欢的是你在墙面上 我以前认为CD啊 是 或者一些书可能真的就是要把它盖起来 是 那其实你刚才提的应该是这一个 上面这个吊柜 对 其实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传统的系统柜 可能没有办法开放式再做一个吊柜 那我们是透过我们去研究一些 找一些五金跟它的结构的结合的方式 把它做成像这样一个开放式 而且有一点点不规则的吊柜 看起来这个空间就更有层次感 更有趣这样 我觉得很有设计感的味道 是 今天的这一个你的办公室的空间 是 系统柜是主角 其实我也蛮开了眼界 不过我想请你亲口的跟大家聊聊 其实你在系统柜上面有很多的想法 那你的那个想法 我听了之后是值得期待的 其实现在系统柜跟早期不太一样 早期的系统柜是 其实它是蛮自适的东西 而且都是规格去做堆积 那给人的印象可能会比较白白一点 所以但是我们这一次 办公室因为大量使用系统柜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 有很多优点的一个板材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梦想说 我想要设计就是比如说有一百种的 这种系统柜款式 然后比如说在你们家可能有需要五六种 那我们就去以这些款式去放大缩小 放在你们家 其实这样子起来家里面也是可以很有变化 感觉上就是不要再像传统的系统柜一样 用堆叠的方式在你们家做系统柜 其实这样也方便 就是我的一些基础工程做完之后 我可以快速的然后有设计感 然后有变化性的完成居家的风格 这倒是一个很值得令人期待的梦想跟想法 希望可以早日是现在的梦想 研发到一百种的时候记得call我 好的 没问题 今天要再次谢谢宋敏翰设计师 谢谢